袁文在族書接上回 上回講到 朱文正半辯這件事 就使得朱元璋受到極大的打擊 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心裏面陰影無可補救 連自己最放心最信任的親子 都可以殺自己的 還有什麼人可以信得過越得格 所以以後 朱元璋就越來越多疑 造成一系列的冤假錯案 解決了朱文正之後 朱元璋跟著去收拾 那個死冤家對頭張士誠 那時候張士誠已經被朱元璋趕出長江以北 就縮在江航一帶 就是現在 蘇州、杭州那裏 但是呢 張士誠還不會死 哈 他還想攻佔江南 想取回他半壁江山 哈哈 朱元璋哪肯過你呢 1366年 他親自統率全部精銳 以徐達 常遇春為主席 去攻打張士誠 在討論作戰計劃的時候 發生了很大的爭議 常遇春就認為 應該先打東吳的老巢平江 就是現在蘇州 徐達也贊成這個打法 他們認為 攻下平江就帶局已定 所以張士誠就會不見而降 唯獨朱元璋反對 咦 這裡又體現到朱元璋的軍事天才 他確實有眼光 他說你先打平江啊 張士誠分散在杭州和其他地方的兵力呢 一定會全力來救助的 那麼我們不是四面仇敵 很難對付的嘛 不如你先打杭州其他地方 最後先打平江 那麼張士誠呢 就成為翁中之別 事後證明 朱元璋呢 他的打法是對的 在出發之前啊 朱元璋召集了那些帳稅訓話 在三丁足 攻陷城池之後呢 你們千萬不要亂殺人啊 如果將人殺清光啊 那你佔他的城池 還有什麼用呢 這句話呢 實在是告訴常義春 這位猛將啊 自從九華山以後呢 一直惡性不改 攻陷城池之後 照了大殺一輪 朱元璋多次嚴重警告他 那他才稍為有得多修煉 這次呢 朱元璋 將二十萬大軍 全部交替 隨達和常義春兩個人統領 故事呢 他會再三祝福 常義春 你重任在身 千萬不要亂來啊 這兩位名將 並沒有辜負朱元璋所託 分兵去攻打杭州和湖州 很快就馬到攻城 現在就正如朱元璋所說的了 剩下平江呢 張士誠就成為郎中之物了 不說 說不說 你到打平江的時候呢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啊 平江就號稱天下第一堅城 張士誠這幾年呢 就成日縮在這個老巢平江那裏 眼看著陳友諒兵敗身亡 看著自己的地盤呢 就被朱元璋一佛一佛 來吞佔 抹都沒辦法做嘛 只能做一件事 就成日 那我平江呢 修保城市 平江一共有八個城門 城牆非常堅固的 是用大石頭和糯米混合來建成的 城牆上設有固定的弓箭發射槍口 你一城下呢 你走近那些城邊而已 即刻將你射成一隻箭豬的嘛 城內還有大批糧食 大大話話 吃幾年都夠的 張士成呢 雖然是一個不思盡取之人 但是呢 他是一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 大家就不要不記得 當年 元朝的宰相脫脫 統領一百萬元朝的大軍 圍攻高友 足足打了三個月都沒辦法攻入城市啊 現在 張士成心中十分清楚了 如果平江失守 就無處藏身了 所以只好判死一搏 當擺開陣勢準備攻城一會兒 朱元璋的部下就來問紫稅了 那不是應該先攻打哪一道城門呢 朱元璋就大聲訓斥他們 還要問呢 還要問哪一道城門攻進去呢 幾十萬軍隊要選城門來打 你和我將這麼多城門一起攻進去 朱元璋親自點獎 徐達 常遇春 郭兄 華雲龍 湯和 黃拔 張韻 康茂財 郭嶺 郭嶺大軍 攻取一個城門 另外派三元大將 分別進攻東北西南西北 一共十一路大軍 一起攻打 那麼張士成就怎麼撐得住啊 他還不止這樣啊 朱元璋呢 他覺得城牆太高了 向上爬來進攻呢 很難打的嘛 對自己不利嘛 他乾脆 在城牆外面呢 搭了一排 用堅實的木頭 整個高塔 那些塔很高 高過城牆 你爬到上塔上面呢 就配備攻箭火槍火槍火炮 準備攻城 朱元璋呢 就想拿這些陣勢 來逼張士成投降 誰知道那個張士成呢 偏偏不賣賬 他抵抗到底 至正二十七年 完月總攻開始了 朱元璋的士兵呢 日夜不停啊 在高高的木塔上面呢 居高臨下 射箭開槍開炮 打到城內的守軍呢 你都沒掉啊 你根本就不敢抬頭來看上去 不單止這樣啊 朱元璋呢 還恃著他高高在上 吩咐那些士兵呢 將大小便呢 朝頭就淋入城 這些東西呢 就打不死人的 不過呢 就令到守軍士氣大受打擊 正所謂跨下之辱嘛 但是呢 張士成 和他那幫守城的官兵 表現出驚人毅力 和堅強的意志 居然啊 足足守了八個月 1376年九月 平江城失守了 張士成 確實是個右骨氣之人 城市被攻破了 他還堅持巷戰到底 朱元璋就反覆宣傳 只要你張士成投降 不但不殺你 還優待你 連你全家都免罪 但是張士成寧死不屈 他將老婆子女統統殺了 連所有的親戚都殺了 他自己呢 準備叼頸 怎知被他報下救了 想帶他離開 後來就被朱元璋捉到 朱元璋呢 就打算 押戒他回應天 那在船上呢 朱元璋就派大臣 最得力的是李善長來審問 李善長 為必利友 什麼手段都出齊了 張士成就是不開口 講到最後 他用一種滅視的眼神 看著李善長 只是說了一句 喂 你不過是一條走狗 犯徹犯徹啦 叫你主人出來 李善長被他激到頭額頂出煙 但你又不敢殺他 你要交差的嘛 只好就報給朱元璋聽 朱元璋親自來審 朱元璋呢 已經忍住口氣了 好聲好氣來勸他 希望呢 能夠令到張士成感動地投降 張士成呢 只是用十分平靜的語氣 講了一句 你呢 就不是說本事過我的 我之所以失敗 只不過是上天 照顧你沒有照顧我而已 這句話呢 就認真像老百姓 唱他那句呢 朱健康喜羊羊 他說你朱元璋不是很本事 一撞棍打贏我而已 朱元璋忍無可忍 立即殺了張士成 還不解痕 朱元璋吩咐的部下 把張士成的屍首 斬成玉碎 然後燒成灰 去郊外 砍掉他 這個就所謂 錯骨羊灰 朱元璋這樣做法 就過分點了 你自己以前都說 張士成此人小器不能成大業 喂 你這樣做法 更小器 多 講到這裏 我突然想起 你說那個常義春 朱元璋 斥殺過他很多次 叫他不要亂殺人 他一點都不怕 原來他看透朱元璋 你跟我都差不多 你都是殺人不斬眼的 現在呢 我們講到張士成的死 張士成白手起家之後 最後承受一番霸業 是 他的缺點和優點 同樣是這麼突出的 不過呢 他確是有令人欽沛的堅強意志 是 他又有小腹即安的心態 知道他不明白 在群雄爭霸的環境中 十分殘酷 是淘汰賽 勝利只有一個人 不過呢 他雖然失敗 他還說值得我們欽沛 他意志堅強 反抗元朝的暴虐統治 雖然他已經投降過 不過呢 畢竟只是權義之計 真正考驗的 在死亡面前 他毫不畏懼 將自己的信念堅持到最後一刻 不怕死的人 總是值得欽沛的 現在 張士誠死了 朱元璋呢 已經掃清前進道路上 最後一個障礙了 對朱元璋來說 他現在 真正對著仇人和對手 其實啊 對陳友諒、張士誠這兩個人呢 他們毫無心仇大恨的嘛 大家都是反抗元朝統治的 他們三個人呢 甚至還有些英雄色 英雄星星相識之感的嘛 但是 朱元璋對元朝就不同了 這個殘暴的王朝 令到他加散人亡 流離失所 黑食到日 正是黑骨仇恨 怎能不報啊 朱元璋 和陳友諒 張士誠 長期互相爭霸天下 朱元璋呢 為了麻痹元朝呢 他就故意 不稱王不稱帝啊 朱元璋啊 還曾經暗中和元朝的大將軍 插漢貼木 勾勾搭搭搭 表示不會和元朝作對的 還送了大批金銀珠寶給對方 元朝呢 就看到朱元璋那麼低三下四 所以 看白他都沒有什麼膽量之人來的 又是耕田老仔出身 黑衣出身 很容易對付的 所以呢 根本就不當他是什麼 對他一點都不提防 朱元璋的策略就十分成功了 等到他殺了陳友諒 橫掃江南 就快要攻入 將事情成了老朝平江的人 元朝才愚夢初成 哎呀 這個家伙不是那麼簡單啊 元朝皇帝呢 即刻派了個大官 在戶部尚書 張闖 他見朱元璋要封個大官給朱元璋做 他們以為呢 高官厚陸 金銀財寶 朱元璋這個一腳牛屎出身的人呢 見到這些事情呢 一定軟下來的了 誰知朱元璋就不當賣帳 不肯領他們的情 反而呢 將這個尚書大人張廠 扣留在吳國 這回呢 真是陪廖夫人又截兵 朱元璋收買不到 反而呢 被他叫了長腳 搶到個得力大臣去 朱元璋呢 扣留了張廠之後 十分開心 對劉百溫說 哈哈 這回元朝送了大禮來 送了個有本事之人來 咦 你們以後有什麼可以找他談談 那以前呢 當朱元璋和陳友諒 張士誠 這三個人爭霸天下 打到你死我活的時候呢 元朝的統治者呢 座山觀虎鬥啊 好 等你們三個打到筋皮力卷呢 三個都趴在地下 不懂得起來了 那時候呢 我來收拾局面 勝利者 就是我元朝皇帝 這個皇帝真是蠢的教官 他又沒有想到 這三個人 打到你死我活 就在三個人裡面 要打出一個最強的人出來 這個最強的人呢 就會和你元朝進行決鬥啦 最後呢 等到朱元璋 踩著陳友諒 張士誠的屍體 在屍山血河中爬出來的人 元朝才知道 糟了 這個人 比以前那兩個厲害得多啊 他有訓練有數的精兵 有勇猛無敵的猛腸 多謀善斷的良臣 千萬千萬不能輕視他啊 元朝皇帝 元順帝 就立刻派人 拿大批金銀珠寶 去收買朱元璋 他呢 太過不了解朱元璋啦 你呀 送多少金銀珠寶來 他都照收不悟啊 不過 他要的不單止是要這些呢 最緊要他要你的老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呢 要詳細些介紹一下 朱元璋這個最大的對手 元朝 元呢 是蒙古建立的政權來的 蒙古的強大呢 是起源於十二世紀 一二零六年 蒙古首領鐵木真 就統一莫北 將蒙古呢 就帶入了全盛時代 蒙古的戰鬥力啊 也值得十分強大的 只是因為他自己分裂 所以未登上歷史的舞台而已 鐵木真 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個強悍的民族 他可怕的破壞力和戰爭能力 有如暴風罩雨震撼世界 一個相對落後的民族 居然將文化先進的民族征服 在歷史上呢 並不少見的 喏 西進呢 北宋都是這樣啦 但是呢 往往有些人呢 有個誤區 他認為呢 這些軍隊呢 都是不識字的野蠻人 就是靠著士兵不怕死啊 勇猛作戰啊 所以取得勝利啊 並不是說他們軍事上 有什麼先進的地方 這些看法是錯的 軍事和經濟的發展啊 並不是完全對等的啊 以後我們就會講到啦 為什麼一個你認為這麼落後的民族 對著牛高馬大的歐洲人 居然將他們殺到片甲不留 一聽到蒙古兵來了 走都走不及呢 原因何在呢 肉之後是如何 剩下回分解啦 剩下回分解啦